最近俄国跟乌克兰的事情 让台湾人每一天每一天 新闻网路 就是长篇累读 都是在讲乌克兰的事情 那你觉得对于台湾人 来看待两岸的事情 或者说对自己的认同 会有觉醒吗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以前 3月22、23 有三个民调 一个是TVBS的 一个是战略学会的 另外一个当然是 台湾民主基金会 三个立场不见得 完全相同的民调的结果 显示我觉得有几个 值得我们观察的现象 第一个当然是说 对于美国 如果台海有战事的话 美国会不会出兵 结果三个是非常接近的 也就是认为 不会出兵的 比出兵的多了三成 这个是大概是 十年以来的最低点 唯一的一次 唯一的一次 那我把它叫成乌克兰效应好了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 如果有战事的话 那个台湾人 愿不愿意 自己来出来 保卫自己 那这个的话就是说 是有六成到七成 三家不同 六成到七成 说愿意 但是呢 大概都认为 台湾很难 很难自保了 那就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当然美国也做了很多努力了 可是我觉得 所有的努力 大概是不如 习近平主席 跟这个拜登的 视讯的高峰会议里面 习近平主席讲的一句话 好好的处理台湾问题 免得两国的关系 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你怎么解读这句话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 因为拜登想要通话的 唯一的目的就是要 想要警告中国大陆 不要起资源 或者帮助这个恶果嘛 那没想到习近平主席 他居然会把台湾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台湾问题 一直是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 但是能够在这个对话里面 让台湾问题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焦点 那我想拜登当时的回答 也是非常清楚的 不支持台独 不改变这个台海的现状 维持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当然知道 美国讲的一个中国政策 跟我们 跟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一样 他的一个中国政策 是包括台湾关系法 还有美国对台湾的六大保证 所以是已经被掏空了的一个中国 是的 但是不论如何 他还是讲了 那你就不能够否认 两岸同属于中的这个 是一个法律的事实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人来讲 是有影响的 在这个时机 我希望台湾的老百姓 能够抛弃幻想 面对现实